心法六 大度包容天下事 处处呈现 英雄气 心中世界是宽 是狭 完全取决于心的大小 倘若你心胸狭隘 相应 你的世界 也就很狭小 倘若 你心胸宽阔 那么就能包容一切 正所谓 大千世界 尽于我心 如果我们能将 心的容积 扩大到无穷无尽 那么 我们所拥有的世界 也会无限宽广 心的格局有多大 人生的舞台 就有多大 处事要有豁达之心 成大气 须靠 英雄气 将军额上 能跑马 在巷肚里 能撑船 说的是胸怀 说的是胸怀和气度 人的职位越高 气度应该越大 二者是成正比关系的 曾国藩认为 古往今来的大失败者 包括那些英雄们 也都败在了不能降龙 俘虎上 既不能自我控制 没有气度 人生中 总有些不顺心的事情 时常发生 但是 要想获取成功性格 必须克服 事无巨细 面面俱到的心理 做到以大事为重 处处呈现英雄气感 俗话说 心底无私 天地宽 古今中外的所谓君子 之所以能够品行正 修养好 境界高 原因既在于 他们拥有一个广阔的胸怀 因此 也能拥有一个宽广坦荡的人生 而小人则恰好相反 他们心思狭隘 欲求甚多 所以经常局促忧愁 做人 倘若没有一个宽广的胸怀 就无法形成一种平静的心态 要修养好品行 是十分困难的 一个人若是内心十分的充实 既在道德 人格 知识 趣味 情难等方面 比较完善 有一定的质量 达到一定的境界 有一个广阔的胸襟 心理容量大 就能有正确的自足感 能够避免无端的 被外觉事物刺激和骚扰 视名利 诠释 情欲 为身外之物 不会过于计达 内心保持这样的境界 无论得意的时候 还是艰难困苦的时候 都会很乐观的 当然 也不是盲目的乐观 而是自然的胸襟开朗 对人也没有仇怨 为人处事能养成这种坦荡荡的境界 具备这种豁达的胸怀 才能使修身智性具有基本的保证 修身正极就有了一种自觉性 会产生一种满足感 愉悦感 曾国藩最爱读《资质通剑》 他十分的钦佩唐代的宰相 认为他们都有胸襟 所以国家气韵旺盛 他总结了开国宰相 与中兴宰相的不同 认为前者必须有见识缘 有大胸襟 大气度 中兴宰相则侧重于具体的事物 一步一个脚印 稳扎稳打 曾国藩对自己的密友说 获取成功性格 全在英雄大气 否则就会毁于细想之势的缠绕 那么什么是成大气 需靠英雄气呢 当然 成大气就是获取成功性格 下面我们将用比较的方法 来谈这个问题 曾国藩主张三种英雄气 一是在应战制刚毅 曾国藩的刚毅性格 在他兵困奇门时有充分的表现 1860年曾国藩驻扎在齐门 当时安徽南北时势九宫 从金陵到辉州八百余里 遍地都是太平均 没有哪一天是没有战斗的 辉州刚失现时 休旗一带大为震惊 有的人劝曾国藩将军营移到别的地方 他说 我初次进兵遇到危险就退却 以后的事情怎么说呢 我离开这里一步就没有死的地方 何等的倔强 敌军到后四面为公 他亲笔写下遗嘱 营帐上悬挂佩刀 从容的布置营敌 没有改变平常的态度 死守了二十天后 征兆报超一起大战一场 将敌军驱赶到领外 他的幕僚曾总结说 以十余年来共同诛杀未果的狂妄敌军 曾国藩领军四年 就依次欲语荡平 都是因为在奇门当开始时的倔强和不胆怯 才能够使敌军胆寒 而使我军振作气势 二是做事忍耐 曾国藩对曾国权缺乏忍耐的性格 屡屡的规劝说 南京风浪四字条幅 以完好归还 我很高兴 古来豪杰皆以这四个字为大境界 我们家祖父教人 也以懦弱无刚四字当作大的羞耻 因此男儿立身行事 必须有倔强的大丈夫期待 仅几万人被溃于城下 是其最容易消沉 地能鼓舞起数万人的钢器 而长久不使他消沉下去 这正是你比别人高明之处 更应当在这些地方下些功夫 曾国藩又以忍耐 勉励他的好友冯树棠等 在得知冯树棠 因参加考试被大宇 困于草屋之事后 写诗道 却笑群儿胆心薄 色缩揪积良足哀 丈夫手伸要倔强 虽有奸恶无愁猜 我今高卧书两兮 深沿大洞和灰灰 白日憨声达雷雨 残堤出些清梦灰 甘眠美时起飞庆 又闻易乐生获胎 树君强健齿上位 正可磨练金鱼骨 三是为人之坦大 曾国藩强调为人不可刚毙 他说至于强义之气 绝不可无 但强义与刚毙不同 古人说 自胜强曰强制 曰强术曰强好 皆自胜之意 如不习惯早起 而强制天位量即起 不习惯庄重尊敬 而强制参与祭祀仪式 不习惯庄 而强制与士兵同甘共苦 勤劳不倦 这就是强 不习惯有恒 而强制自己坚定地持之以恒 这就是义 不这样做 却以气势圣人 使当弊 二者表面相似 其实有天壤之别 不可不查 不可不紧 曾国藩在处始终 把大度与戒怒 宽容与戒匠 柔和得如此贴切 而又把强硬与刚毙 区分得如此明晰 真可谓处始之楷模 曾国藩还把度量的大小 列为区分君子小人的 又一重要标尺 他说所谓小人者 时见小耳 度量小耳 正使君臣朋友 父子兄弟 夫妇之间见仪 此皆量扁 而亦以滋疑者也 君子则不然 往其时则天下之大 弃若必击 饶顺之夜 是若浮云 弘其度 则行有不得 反求诸己 曾国藩 以此作为处理人际关系的 重要的指导思想 不顾是非的掣肘 是常见 并罪意引起相互报复 而劫仇的现象 曾是在面对这类情况时 正是秉着洪其度 反求诸己的精神 去处理的 1862年 他通江西巡抚 沈宝珍 因离金分配 问题发生了争执 沈要扣下 应解乡君的离金自用 除了双方上报朝廷裁定外 曾国藩这样的解剖自己 日内因江西藩司 有意的掣肘 心为愤恨 然细思古人办事 掣肘之处 伏逆之端 事事有之 人人不免恶其伏逆 而必欲诸铲除异击者 全臣之行径也 听其伏逆 耳动心忍性 委屈求全 借以无敌国外患 而挤眉律者 圣贤之用心也 当时曾国藩正以钦差大臣 两江总督的身份 统辖包括江西在内的四省军务 寻辅也归其截职之令 此事虽最后由朝廷裁决 但其言语择己的精神 无疑是可贵的 只有具备的这种精神 才能更易于与人清诚合作 共成天下大事 中国古代历来推崇 那些胸怀宽黄 大度荣物的品格 所谓宰相度里能称传 即言此情 曾国藩在讲求广其时 红其度的同时 又不忽略倔强与骨气的 成功性格素质的作用 则是一种深层次的修养 不过很多人却看不透这一点 常反其道而行之 譬如当生活不顺心时 有些人便开始怨天尤人 抱怨不公 乃至发展到严重 愤世忌俗的地步 这时候 整个世界在他们眼中 都是灰暗的 世间的一切都在和他们作对 他们似乎对一切 都充满了怨愤与绝望 这种人若不能调整好心态 终极一生也不会快乐 就更别谈什么建功立业了 再比如 有些人闻人之过 则津津乐道 闻己之过则百般也是 见名利尽懒身上 见过时推他人 从薄处去推咎他人的情感 从恶边去揣度他人之心 这种人是典型的狭隘心肠 平平庸庸的活着不难 但绝不会有什么大的成就 总之 这些人的共同点就是 心胸不够开阔 一点点小事就足以让他们心烦意乱 当别人无意中惹到他们时 他们总是抱着以牙还牙 以眼还眼的决心 摆出一副寸土必争的姿态 去面对生活中的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 他们做人的原则就是半点亏不吃 但实际上这种人往往容易吃大亏 其实只要坦荡地面对这世间的一切 纵然是身处逆境 你仍可以从容自若 以超然的心态看待苦乐年华 以平常的心境面对一切的荣辱 宽宏大度是一种人生的美丽 不虚视不做作 精怀豁达 洒脱视野的宽广青睛 不仅能给予你一双潇洒 和洞穿适适的眼睛 同时也使你拥有了一个 坦然充实的人生 在社会竞争日益激烈的今天 拥有一颗能容万物的心 对于身体的健康和事业的成败 都是至关重要的 当然这种心态是要经过失败与挫折 通过不断的人生体验 才能历练出的人生境界 它不为一切的浮华沉沦 不为虚荣所幼 做人若以坦荡为怀 有容物胸襟 自然不会太过在乎钱财的 富足与观觉的显赫 而寻求的是心无牵念 抛弃名利的心头枷锁 无论思想意或理智 皆能得到自由 得力心不高 失力心不下 但博明智 宁静致远 见力让力 处明让明 或者在别人看来 你未免有些傻 但事实上 这才是一个人 安身立命 截取幸福的法宝 一个人达到了如此的境界 就会自得其乐 不会因得失荣辱 而耿耿于怀 反之就难以体验到 工作与人生的乐趣 更严重者 则会执着于贪念 使人生面临着重重的危机 曾国藩心法真言 我们用不着羡慕别人 美丽的光环 只要我们拥有一份 坦荡的胸怀 尽自己所能 选择自己的人生目标 勇敢地面对人生的 各种挑战 无愧于社会 无愧于他人 无愧于自己 那么我们的心灵圣地 就一定会阳光灿烂 鲜花盛开 海纳百川 有容乃大 宽以诗人 莫居小节 气凉 胸怀 是一个人能否担当大任的 内在品格 曾国藩极为敬佩 胸襟坦荡 虚怀弱骨之人 自己也身体力行 做到气度宽大 对人谦和和 为人谦让 在文学与学术上 也能够博取重场 补杀独尊 他说 放翁凶赐广大 盖与 桃渊明 白乐天 邵饶夫 苏子瞻等 同其旷义 其于灭鲁之意 养生之道 千言万语 造次不离真 可谓有道之事 言语中透露出无上的敬意 吕氏春秋举难中说 世界上找一个完人是很困难的 饶顺宇 汤舞 春秋舞伯 亦有弱点与缺点 比饶顺宇 还要盛名的神农 皇帝 有有可指责之处 所谓财有有短 故以绳末举目 就是作为动量之财的人 也有短处 不然 为什么要绳末 来把动量之财 加工得又方又直呢 由此观之 物岂可全哉 所以天子不处权 不处吉 不处赢 权则必吉 吉则必赢 赢则必亏 先王之 物不可全也 故则物而取一也 孟子说 君子之所以异于常人 便是在于其能 实时的自我反省 即使受到他人不合理的对待 也必定先反省自己本身 自问 我是否做到人的境界 是否欠缺礼 否则别人为何如此对待我呢 等到自我反省的结果 合乎人也合乎理了 而对方强横的态度 却仍然不改 那么君子又必须反问自己 我一定还有不够真诚的地方 再反省的结果 就是自己没有不够真诚的地方 而对方强横的态度 依然顾我 君子这时才感慨的说 他不过是个荒诞的人罢了 这种人和禽兽又有何差别呢 对于禽兽根本不需要斤斤计较 事实上 按照一般的常情 任何人都不会把过去的记忆 像流水一般抛掉 就某些方面而言 人们有时会有执念很深的事件 甚至会终生不忘 当然 这仍属于正常之举 谁都知道 怨恨会随时随地的有所回报 因此 为了避免招致别人的怨愤 或者少得罪人 一个人行事 要须小心在意 老子中据此提出了 抱怨以德的想法 孔子也曾提出过类似的话 来教育弟子 以直抱怨 以德报德 其含义君是叫人处事时 心胸要豁达 与君子般的坦然姿态 应付一切 曾国藩在长沙的岳路书院读书时 同学中有一个人个性很急躁 有一天 看到曾国藩把书桌放在窗前 就说 你把光线给挡住了 我读书都看不清字了 你快挪开 曾国藩便把书桌移开了 晚上 曾国藩掌灯用功地读书 那人又说 平常不念书 半夜三更地 却点着灯念书 还让不让人睡觉了 曾国藩便不出声地没送 不久之后 曾国藩中了举人 快报道士 那个人大怒道 这屋子的风水 本来是我的 反叫你夺去了 本来该是我中举人才是 在旁的同学听了都觉得气愤 就问他 书案的位置 不是你自己放的吗 怎么能怪曾国藩呢 那个人说 正因如此才夺了我的风水 同学们都觉得这个人实在是不可理喻 无理取闹 替曾国藩抱不平 但是曾国藩却和颜悦色毫不在意 劝惜同学 安慰同事 他以自己的胸襟和涵养 平息了同学们的纷争 当官之后 曾国藩求财心切 因此也有被骗的时候 有一个冒充孝官的人 拜见曾国藩 高谈阔论 有不可一世之感 曾国藩理贤下世 对头目的各种人都倾心相接 但是心中不喜欢说大话的人 他见这个人言辞伶俐 心中好奇 当谈论到用人需杜绝欺骗的时候 那个人正色的说道 受欺不受欺 全在于自己是何种人 我纵横当事略有所见 像中堂大人这样制成圣德者 别人不忍欺 像左宫言弃正信 别人不敢欺 而其他的人就算不欺骗他 他也会怀疑自己受骗 或者有上了当还不自知的人 也大有人在 曾国藩查人一向重条理 见此人讲了四种欺法 觉得颇有道理 就对他说 你可到军营中 观察一下我所用的人 第二天 那个人便去拜见营中文武各官 回来后 煞有见识的对曾国藩说 军中多豪杰俊雄之事 但我从中发现有两位君子式的人才 曾国藩急忙问是何人 那个人就说是屠宗刘和郭远唐 这任何曾国藩的看法一致 曾国藩大喜称善 将之视为上兵 但因为一时没有合适的职务 便让他都造船炮 过了几天 兵族向曾国藩报告 那人偷了造船炮的钱逃走了 请发兵追捕 曾国藩默然良久说 不要追了 曾国藩一手屡须说 人不忍欺 人不忍欺 身边的人听到后想笑又不敢笑 又过了几天 曾国藩就话重提 幕僚便问 为什么不发兵追捕呢 曾国藩说 现金发 碾交致 此人其实很有胆识和才华 现在他只是想骗些钱 如果发兵去追 把他逼急了 恐怕会投入敌营 助纣为虐 那危害可就大了 区区至今 与本人授旗之名皆不足道 类似的情况 在曾国藩的一生中不胜美举 显然胸襟宽广 对于曾国藩的仕途有极大的帮助 曾国藩把谦和作为处事的重要原则 他曾经叮嘱弟弟说 大抵凶多抑郁 怨天尤人 不特不可以涉事 亦非所以养德 不特以无一养德 亦非所以保身 故与两地实时以平和二字相续 信物事为老生常谈 在他看来 摄氏 养德 保身 为人生之三大端 而胸中平和 通脱旷达 与人为善 实为三者为基础 曾国藩还能够勇于纠正自身的错误 在他的日记和书信中 可以看到他常常地反省自己 批评自己心胸不够宽广 在温海沟 心斗角的争斗 以及行军打仗中 工作压力之大 自不必说 站在清政府的立场上 抗击百万的太平军 兵员 兵器 物资 军费 都需要他筹措 耗尽心力 却仍然要遭到地方官生的牵制 被咸丰皇帝猜忌 小人误国 而不能不迁就 裴孝说好话 卫国杀贼 却还要防遗迹 免杀身之祸 种种情况下 难免会心存愤懑 生气动怒 事实上 面对种种为难之事 他不仅有愤愤不平之时 而且还使而有打退堂鼓 隐退相间的打算 但当他一想到 旷石旧世之宏愿尚未实现 一想到士大夫为人处事 不因为个人厉害 得失 而耿耿于怀 于是 不仅自己采取 忍让的态度 而且还勉励自己的弟兄们 把遇事忍让 作为修身的一个重要的内容 在写给曾国权的信中 他说 凡遇怒罪伤人 弟看破此等悟情 则知世路之艰险 而心欲亦未 所反欲和平已 曾国藩极为乐观地 身当重任 身心极为疲惫 但他以勤自立 以苦为乐 他说 君子有三乐 把勤劳而后气息 作为三乐之一 曾国藩的胸襟宽广 还表现在 他对学术思想的态度上 曾国藩尊崇诚诸礼学 被誉为一代宗儒 但他尊宋学 则不排斥汉学 及其他的学派 而是博取重常 对于儒学 以及其他的柱子百家 曾希望 游心能如老庄之虚境 至身能如墨宅之勤俭 其民能如管商之严整 而持之以不足之心 偏者才之 缺者补之 则诸子皆可失也 不可缺也 正因他具有这样的一种眼光 与人格魅力 他的门声对于他极为的佩服 称赞他 无学不愧 莫观惊药 正因为他具有这样的气度 与心胸 所以他认人为贤 知人善任 凡有一技之长者 他都加以重用 充分发挥个人的特长 因此 愿为他效力的人极多 可以说当时中国出力拔萃的众议人物 都被吸引到他那里 对此 我们只要看看这张名单就够了 李鸿章 左宗棠 郭松涛 吴灵毅 彭玉玲 沈宝珍 荣红 薛福成 赵列文 乃至他的自己的儿子 曾继泽 这些在晚清历史上 发挥过重要作用的人物 几乎都在曾国藩身边工作过 受过他的提拔 可见成大使者 当有不拘小节的广阔胸襟 不过生活中有很多人恰恰相反 他们一旦被犯 则必不饶人 即便没人招惹 甚至还故意的挑剔毛病 便找差错 没有问题也要生出问题 有些人有时伪装成 对工作事业认真负责的样子 有时又换上一副蛮不讲理的嘴脸 或自以为聪明透顶 或傲慢无知 其实无论属于其中的哪一种表现 心里都揣着一个狭隘的念头 不愿与人为善 因为一切事物都不可能尽善尽美 所以他总是能为自己的行为里游一番 当一个人如此这般的时候 大抵他们并非冲着真理 正确原则而来的 恰恰相反 他们只是以此作为口实和把柄 来达到自己不可告人的目的 对人不对己 如果有谁也像他们那样反过来 用他们的毛刺他们的盾 恐怕他们也会束手无策了 那么要怎样改掉这种狭隘的毛病呢 明朝的大文学家吕坤给出了很好的回答 他认为 首先被要律己 自身要做到新城 成则无心 要有实践 身处污泥不被其玷污 不要把你我二字看得过于透彻 要有毫不利己 专门利人的精神 更重要的一点 就是要善于体察自己的过失 相对的说 客观公正的对待他人的过失比较容易些 而坦诚公正的认识自己就非常困难了 这是由于私欲等主观因素和非主观因素所造成的 所以必须的做到每日三行五身 这是非常必要的 因为认识自我是安身处事的重要前提 其次要善于宽厚待人 由于人的能力有大有小 天下的事情应听平各自的方便 绝不能强求做到整齐划一 一刀切 只要能把事情办成就行 否则的话 即使人情备受痛苦 也是于事无补的 人非圣贤 熟能无过 在正确对待他人的过失和错误上 吕坤提出了一系列的积极主张 如不以己所偿而责备别人 责备人应留有余地 要量人之虞 体人之情等等 以此概括 即为数字 这里 吕坤指出 劝善应以教育为主 既要指明对方的错误 使对方改过自新 又要考虑对方的承受能力 要分析对方的心理特点 千万不可以以权压人 以礼压人 以法压人 把对方逼上绝路 那只能使对方富于顽抗 更加的肆无忌惮 吕坤认为 人一旦到了无所顾忌的地步 就无所谓尊严 刑罚合适理了 因此 对于犯有过失的人 特别是偶遗失足的青少年 要动之以情 小之以理 心诚则灵 这样感化别人 能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吕坤真不愧是一位 伟大的教育思想家 当然 现代社会是法治的社会 应该以道德教化与法治并重 过分地强调一点 而忽视另一点的做法 都是片面的 曾国藩心法真言 不断加快的生活节奏 难免让人心烦意乱 不断发生的生活摩擦 难免让人火气上升 不过 我们绝不能让浮躁牵着鼻子走 甚至与人针锋相对 非要争出个你长我短 到头来 吃亏的往往是你自己 人与人之间 发生矛盾的时候太多了 因此 一定要心胸豁达 有涵养 不要为了不值得的小事 去得罪别人 而且生活中常有一些人 喜欢论人短长 在背后说三道四 如果听到有人这样的谈论自己 完全不必理睬这种人 只要自己能自由的 按照自己的生活方式去生活 又何必在意别人说些什么呢 只有这样 你才能得到一世的亲民 立身处事 别太清高 宽能得众 贵在雅量 水至轻则无鱼 人至茶则无涂 水太清澈了 鱼儿们无法藏身 也无法找到可以维持生存的食物 当然只有另寻可以生存的水域 人活得太清楚 要求太苛刻 就没有了朋友 因为所有的人都有这样或那样的缺点 你紧抓着这些不放 当然没有人敢接近你 曾国藩主张 对己要严 对友要宽 尤其主张交友要有雅量 这样即便一时意见相左 最终也不会伤和气 宽恕不仅是爱心的体现 而且是极高的思想境界的升华 宽恕是一种博大的交友境界 表面上看 它只是一种放弃报复的决定 这种观点似乎有些消极 但真正的宽恕却是一种需要巨大精神力量支持的积极行为 宽恕更是一种必不可少的品质 一种正确的自我意识的体现 一个人只有正确的认识自己 才会有宽容的胸怀 宽容得到的收益是人际关系的协调和适应 我国有一位著名的心理学家曾经说过 人类心理的适应 最主要的就是人际关系的适应 人类心理的病态 也主要由人际关系的失调而得来 而人际关系的失调对身体健康有极大的损害 所以必须的学会宽容 中国有这样的一句成语 宽则得重 交友虽然多多益善 但要交真友 交易友 不能交狐朋狗友 同时不能让朋友下不来台 丢朋友的面子 这也是交友之重要的原则 这一原则在曾国藩的 达欧阳勋一信中得到了充分的表现 春季 承蒙会赐 收到您寄来的信者记一首诗 情意深厚 而且期许很高 有的不是我这浅漏之人所敢承担的 然而 鉴于您教导我的一片心意 不敢不恭敬从命 由于我天资欲钝 无法凭自身求得振作进步 常常借助外界的帮助来使自己不断地向上 完善 因此一生对友谊一向珍视 谨慎而不敷衍 我曾经思虑自己如果心胸不过宽宏 气量狭小的话 就不能博取天下的美德 因此不敢拿一个标准来强求他人 哪怕是一点长处 一点善行 如果他有益于我 都广泛地积取 以及培养自己的德行 那些以正大之词 劝勉之论前来告知我的人 即使不一定投合我的心意 也从来都没有不深深感念他的后意 认为他对我的关心 和其他人的泛泛之词迫乎不同 去年秋天和陈家二位兄弟见面 我们一起讨论争辩 其中有十分之六七的观点和我不一致 但我心里还是十分的气动他们 认为他们确实是当今出类把萃的人物 其见解虽不完全合乎大道 然而关键在于这些是他们自己悟到的 不像是一般读书人 仅从读书道听途说中得到的 其观点虽然不一定真至炉火纯青 毫无杂质 然而他们所批评的切合实际 完全可以框正我的不足 欠缺 至于说到我们彼此之间的情投意合 又别有微妙难言的默契 离别之后唯独经常思念他们 觉得像这样的人实在是朋友中不可缺少的 丝毫不敢以私心偏见参杂其中 平时我之所以不断地勉励自己 并且大体上还能相信自己 原因就在一次 要做到交真友 送哑量 这是曾国藩的谈法 欣愿近时方论定 风将微日 见财难 新人之以永章居正者 亦可以以此诗来论定曾国藩 当时他的蓬聊歌功颂德的话 我们不须一一指引 只看左宗堂对他如何论定的吧 曾国藩死后 左宗堂记其子孝微疏云 念曾侯之丧 无甚卑之 不但时局可虑 且交友情义 亦难戛然也 晚连云 知人之名 谋国之中 自愧不如原府 同心若今 功错若实 相期无负平生 盖一道时语 君臣有朋之间 居心一直 用情亦厚 后前彼此争论 美拜书后 记录稿资颂 可谓往去领骨 绝无城府 只资感伤不暇之时 乃父弃焉 知人之名 谋国之中 两语一久建章奏 非实悔金玉 而当之无心也 我与侯有争者 国势兵略 非争全境事也 同时 予如望生传疑之词 何之一善也 曾国藩对左宗堂 始终有赞扬 无贬词 甚至说 横揽七十二周 更无才 出其诱者 左宗堂之禁用 已由曾国藩所建 但二人性情不同 有争者 国势兵略 不是私人的权力之争 故皆能持大体 孔子说 怯怯恰恰如也 可谓是已 朋友之间相互批评 和睦共处 就可以交作是了 1843年二月的一天 曾国藩的好朋友 少慧熙 当着曾国藩的面 数落了他几件事 一是怠慢 说他结交朋友 不能长久 不能恭敬 二是自以为是 说他看诗文 多固执己见 三是虚伪 说他对人 能做出己父的面孔 少慧熙的话 虽少 但渐渐是时 句句数真 直截了当 锋芒所指 直指曾国藩的病处 曾国藩在日记中写道 直率啊 我的朋友 我每天沉溺在大恶之中 而不能自知 这事儿给曾国藩很大的刺激 他在另一篇的日记中写道 我对客人有怠慢的样子 而对这样的良友 不能产生炎淡的心态 拿什么吸收别人的长处 这是拒有人余千里之外呀 接待宾客 尚起如此 不必再问贤后的时候了 演戏烟火 静修容颜 又怎么说呢 小人哪 朋友有了过错 少慧熙不指出来 那是少慧熙的过错 朋友指出了过错 曾国藩不改正 那是曾国藩的过错 现在是一个直言不讳 一个表示痛改前非 正如朱熙四书极著中所说的 择善朋友之道也 在曾国藩的室友中 李鸿章也可以算是他的一个真友 这在曾国藩弹劾李鸿章事件中 就可以看出 1860年 曾国藩为杜绝王友林分裂相细的企图 在进齐门以后 受罪请咸丰皇帝将李鸿章由温畜到 调往晚南到 并派他率军三千 进驻兵家必争至徽州 至徽州不满十日 李世贤继攻克徽州 李元度不逃往齐门大营 却败退至江浙江开化 这是李元度明显倾向王友林的迹象 极致齐门大营 丝毫没有闭关思过的迹象 竟然擅自向梁台所想 并擅自回到了湖南 这使得曾国藩悔恨交加 决心弹劾其是徽州之罪 以身军纪 曾国藩此举 本无可厚非 但文武参佐却群其反对 指责曾国藩望恩负义 李鸿章乃率以牧人网征 声称果必奏合 门生不敢依告 曾国藩说 我自赎告 李鸿章表示 若此则门生亦将告辞 不能留事已 曾国藩气愤地说 听君自辩 后来 李鸿章父亲离开其门 辗转波折 欲赴归至曾的门下 曾国藩则大度地相容 并写信恳请李鸿章回应相助 一次 李鸿章在与曾国藩畅谈时 直率地指出了他的弱点是 诺缓 即胆子小与效率差 这两个字入目三分地刻画出了曾国藩的致命缺点 曾国藩既有少慧熙李鸿章这样的征友 也有吴竹如那样的致友 这也是曾国藩得业能够不断长进的一个正要原因 还是1843年2月的一天 吴竹如与曾国藩促息谈心 谈到他平生的交道 把曾国藩以知己相许 他说 凡是阁下你所有的以期望许诺下的古语 信了他 他足以遭掌你自以为是的思念 不信他 又恐怕辜负了您相知相许的真情 我只好自始至终怀着恐惧的心理 几句话 不温不火 不恼不怒 字字力若千金 曾国藩当即记下了他的感受 听了吴竹如的几句话 我树然憨下 竹如对我的敬重 简直是将神明收敛在内心 我有什么道德能担当得起呢 连日来安逸放肆 怎么能成为竹如的知己 实在是玷污竹如啊 曾国藩处事交友贵雅亮 所以他从不苛求于人 而是待人已成 有很多人遭遇到挫折后 不是去寻求方法克服困难 而是把一切的原因归结到了别人身上 喜欢迁怒别人 迁怒别人只能给自己的人际交往 带来障碍 对排除困难没有任何的作用 因此克服挫折应该首先想到 善待别人 社会逆境引起的挫折 其根源都是人为的 对于有意为自己设障碍的人 受挫折该如何对待呢 是耿耿于怀视为永远的敌人 还是宽容大度 化单割为欲博呢 应该是后者 宽恕不是对原则问题的一种让步 而是对他人的一些非原则性的缺点和过失的一种宽容和谅解 宽恕看起来是一件很矛盾的事 但如果不宽容而去伤害 只能导致渊渊相报的恶性循环 那么就会出现渊渊相报何时了的后果 同时不肯宽恕别人的人 往往是自己吃苦 他们会因此失眠 肠胃不适 甚至还会引起高悬压 然而一旦宽恕别人之后 他们就会超越一次巨大的挫折 一种可以称为再生的心灵进化的过程 当然受到伤害的人 必须有时间处理自己的愤怒 认清自己对整个事件所负的责任 以及拒绝宽恕后会带来的后果 然而宽恕才能发挥最好的功效 曾国藩心法真言 蔡根台上说 栗神处事不能太过清高 对于污浊 居辱 丑恶的东西 是要能够承受 与人相处 不能太过计较 对于善良的 邪恶的 智慧的 愚蠢的人都要能够理解包容 先凶狭窄之人 无论在安邦治国 还是在图谋个人方面的发展上 都不可能成大器 做人要有广阔的胸襟 宽容的哑量 能容纳一切荣辱冷暖 方能治国精事 用人之道如此 为人之道 亦如此 人有恩于我不可忘 而有愿 则不可不忘 感恩是华夏民族 传承了几千年的传统美德 从滴水之恩 涌泉相报 到闲环解草 以谢恩泽 以及我们常说的乌鸦反哺 高扬贵辱 感恩在国人心中 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 滋养了一代又一代的人 曾国藩能够叱咤风云 自然得到不少人的帮助 而这些 他从不曾忘记 善于助人 是美好的品德 这一点 在孔子的人生观中 就有体现 对于有才能的人来讲 如果他不嫉妒人才 而是抱着该帮助就帮助 该举荐就举荐的目的 就一定能够获得一片在意之声 每一个事业有成的人 在成功的路上 都曾经受过别人的许多帮助 因此 我们也应该帮助别人作为回报 这是公平的游戏规则 有一些人常犯一种通病 忘记不该忘记的人 这样常会引起一些麻烦 会遭受外来的打击 实际上 关心有助于己的人 既是一种美德 也为你下一步获取成功性格 铺平了道路 你知道 有多少人 都是被曾经帮助过自己的人打败的 这是教训 曾国藩也是这样的一个人 1868年 已离经17年的曾国藩 由两江总督调直立总督 他到了京师后 先去看望了他的理学老师 当时的相国 窝人 17年 谈指一挥 曾国藩把最宝贵的时光都交给了金戈铁马 17年后 他以侯爵 大学士 直立总督的多重显贵身份 回到了京师时 已是两病般白 他的老师 但是窝人此间也步步高升 成为朝廷已重的大臣 两人有美好的交往史 又有共同的锦绣前程 自然话也投机 直到次日的三更 曾国藩才回寓所 曾国藩还要为窝人老师做说客 平生将不干预公事 奉为为政的三大法宝之一的曾国藩 这次却是破了例 他是为窝人监管布务的事 清朝立国之初 朱王监管六部事务 这也是皇族势力膨胀 操持国家事务的非常时期 以后朱王势力衰落 布务由大学士监管 但此时彼时 往往举人而定 同志时期 慈禧虽以皇帝母亲之尊 握有大权 但公亲王一心稳操正直 因此一般人士任免 一心有很大的发言权 曾国藩副总督雅蜀的前一天 吃过中饭后 寄到公亲王府邸 拜见这位权倾朝野的亲王 曾国藩并没有开门见山 而是泛论他事 谈得倒也投机 酒谈约六颗许 林志末良才提及 窝相国仍管布务的事 一心当然不能博这个面子 不久 窝人即监管了布务了 曾国藩在清城 还专门拜访了多次提携他的大恩人 穆章俄府邸 咸丰一吵 穆章俄颇受非议 到同志时 穆章俄属阁盖的忠臣 人们倒有些淡忘了 但曾国藩并没有忘记 他很注意 当事人对穆章俄的评价 还是出门拜客之际 曾国藩在教中仔细地阅读 穆章俄年谱 对有疑问之处 还标上了许多的记号 12月28日 曾国藩亲往墓宅 拜会了志向桑同的七师兄 萨善 九师兄 萨莲 昔日的幕府显然已经衰落了 虽有三两个下人进进出出 给客人上茶点蔬果 但从穆家的摆设 及人们的眼神中 曾国藩作为见证人 分明感受到了 今不如昔的无情 他带了一些礼物 留了一些银两 说上了一些 无关痛痒的安慰话 除此之外 还能做些什么呢 他看不出 这就是昔日那位 让自己一飞冲天的 老相国的宅院 昔日那位 全智可热的皇帝宠臣 你在哪里 曾国藩又一次感受到了 盛衰的无情 当天夜里 他回到寓所 仍有不盛盛衰 惊奇之感 曾国藩还没有忘记 去看望塔其布的老母厅 塔其布是 曾国藩初恋相军时的 主要的帮手之一 勇猛善战 兼勇制略 后执弟子李诗氏 曾国藩 咸丰四年 即一八五四年 战死疆场 新转斗仪 塔其布的母亲 此时已年过八旬 当她得抱曾国藩来访时 直接沿入上坊 聚酒相待 塔姆谈及塔其布之地 也于今年八月并租 塔其布的母亲让两位失去丈夫的儿媳 一同出来拜见曾国藩 多少有点亲不拘礼的意思 曾国藩得知塔其布三兄弟都没有留下子嗣 亲房无可成绩之人 实为可惜 塔其布的妹妹有儿女也随后拜见了曾国藩 并哭着向曾国藩请求提拔其绪的事 曾国藩自然少不了一份安慰 也多了几分感叹 随即曾国藩窥给塔其布家里一笔丰厚的银两而别 曾国藩在京城的活动很多 日程排得很满 但他还是没有忘记去拜访 对他一生有过重要帮助的人 就此观之 曾国藩不是个势力之辈 可说是个血性之人 如何对待有德于己的人 不单是检验个人的品格如何 更是此人有没有凝聚力 向心力的关键所在 做人不要忘恩负义 不要因为别人做错了一点错事 就忘记他对你的好 乃至撕破脸皮 大声的斥责漫漫 这种无情无义的做法令人心寒 更会让身边的人离你而去 一个有修养的人不同于常人之处 首先在于他的恩怨观 是以数人客戟为前提的 一般人总是容易记仇 而不善于怀恩 因此有忘恩负义 恩将仇报 过河拆桥等等说法 古之君子却有以德抱怨 永全相报 一贩之恩终身不忘的传统 为人不可斤斤计较 少想别人的不足 别人待我的不是 别人与我有恩 应时刻地记取于人 人人都这样想 人记就和谐了 世界就太平了 用现在的话讲 多看别人的长处 多记别人的好处 矛盾就化解了 感恩是一种境界 是一种生活态度 是一项处世的哲学 更是一种人生智慧 学会感恩 这是做人的基本 感恩不是单纯的知恩图报 而是要求我们摒弃狭隘 追求健全的人格 做人应常怀感恩之心 记住别人对我们的恩惠 洗去我们对别人的怨恨 唯有如此 我们才能在人生的旅程中 自由持行 对人对事 我们若能将恩惠 刻在石头上 将仇恨写在沙滩上 那么我们的人生 将会异常的富足 异常的饱满 曾国藩心法真言 正所谓 受人滴水之恩 当永泉相报 懂得感恩的人 才值得结交 切莫因为一点小事 而将他人之恩 全部的抹杀 这是很没有良心的 人活于世 少不了别人的帮助 没有别人的帮助 你根本无法存活 所以做人必须懂得感恩 忘恩负义之人 不可能成就大事 时刻将别人 对你的好处记在心上 有一颗感恩的心 这样做 才能做事做得明白 而别人 也乐意 继继续的帮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